虞叔正是在长身体的岁数 在望极楼吃的都是精粹 他又懒不好动 这半年养下来 看上去人是纤细了一些 但是该有肉的地方 却不少那几两 不光是两条长腿鼻挺 臀部更是圆圆翘翘 薛瑞长上一举 便知道了好歹 又揉了一把 两只眼只差没有冒出绿光 虞叔见他得寸进尺 是又气又休 就在他的背上捶了两下 薛瑞不痛不痒 哑笑了两声 一低头 就在他挺起的左胸口上 结结实实地清了一下 侧脸靠上 听取他乱跳的心音 以此平复身上的燥热 深知道再进一步 他难保不会一口将它吞下 虽然是歇了心思 却没有放下他的意思 薛瑞抬起头 迎上了他羞愤的目光 笑声道 嗯 有主意了 什么 虞叔凶巴巴地瞪着他 嗯 你赠我的这柄扇 就叫木浆 虞叔奇怪地问 为何 这扇面上空空如也 没有浆没有水的 木什么浆啊 哈哈哈哈 没有浆 我便会上一幅 叫我私木的 不是这浆水 而是 你呀 木浆木浆 烈木如浆 日夜奔流 无尽无止 一夜好觉 薛瑞醒了个大早 睁着眼睛 就看到悬挂在床头的扇叶 一片青山远带之下 竟躺着一道仓皇的浆流 江上浅滴 岸边细沙 微渺一点白影 如马 引水月下 这是他昨晚回来后 秤信添在了扇底的画面 画中正是昨晚 他与余叔所见的将军 经过一夜 墨都风干了 薛瑞从床上坐起来 将扇子解下 爱不释手地玩赏了一番 这才叫了门外的宝德 打水进来洗漱 更衣后 薛瑞将扇子拿在手里 对镜比划了一下 看着镜子里手持乌金骨扇 气宇轩昂的男人 只觉得他收藏了这么多的扇子 都比不过这一柄 木浆扇 趁手如意 公子买了新扇子呀 哪家的手工 瞧这相军的 宝德有眼力 薛瑞的衣物都是由他收拾 一见他手中促心的扇子 就知道不是俗东西 这样精致的东西 也只有咱们也能配得上手 薛瑞笑着将扇子合上 顺手就要敲他的脑袋 快挨着人头 却又收了回来 爱惜地俯过了一下 少平嘴 叫你去大门前盯着 若有一位姑娘上门来找我 尽快回复 哎 是 薛瑞坐吃了早点 摸跃着时辰 差不多人该来了 就见宝德小跑了回来 气喘吁吁地告诉他人来了 薛瑞来到大门前 将话同昨日一样 身上穿着是粗布衣裳 头戴着一顶宽大的斗笠 遮住了脸 他身材高挑 站远了 根本瞧不出是个女子 来了 看到他 江话双手抱毙 挑高了下巴示意 是进去还是换个地方说话 去别处吧 昨晚他答应了于叔和江话见面 要他在场 于是就领着江话去了望鸡楼 应是坐了两顶轿子 路上也无交谈 于叔早在望鸡楼等着 江话跟着薛瑞进了楼后 环顾着这楼台院落 评价道 哎哟 这地方不错 就是窄了点 薛瑞看到势壁立在了一楼的偏厅外 便知道于叔在了 于是引着江话入内 于叔听到门外说话声 便收起了桌上的摇钱 看向门外 先进门的是薛瑞 两人对上了眼 皆是想起了昨晚江上的已拟 心中是甜蜜 但碍于身后还有人 薛瑞才收敛了目光里的浓密 怎么是你 江话后脚进来 看见于叔在场 认出是昨晚在薛家大门外见过的 便皱起眉看向薛瑞 他是谁 为何会在这里 薛瑞便为两人介绍 阿叔是我义妹 不是外人 我在东北待过的事 他也知情 江话挑高了一对浓媒 斜着眼看了于叔 面带审视 于叔笑笑站起身 点头算作招呼 在下于叔 见过春威郡主 摘下斗笠 江话的五官更显得英挺 他年纪要比于叔大上一两岁 同样是个个头高挑的女子 于叔是鲜瘦 他则是浑身上下 散发着矫健的气息 江话听到了于叔的称呼 便知道薛瑞肯定是昨天晚上 向他说起了自己 略略的一勾嘴角并未搭理 而是扭头对薛瑞说 那我王兄 岂不是也多了一个一妹 薛瑞一顿 见于叔面有困惑 事已告诉他 我与东亲王 私下结为异性的兄弟 他年长为兄 我年少为弟 结拜兄弟一搏云天 薛瑞另行结义 不需要经过江怀营 将来他也要认于叔这个妹子 于叔看着江话脸上不喜 好像他白捡了多大的便宜 按翻了白眼 心中付费 哼 什么一兄一妹 当他乐意吗 江话只是不悦 却没有多做刁难 捡了于叔对面的一张椅子坐下 两脚八字摆开 于叔见他动作不拘小节 倒有些江湖儿女之气 同样身为郡主 与西文娜娇滴滴的模样 是大相径庭 薛瑞也坐下 在自己的地盘上 说话也没了顾忌 随意询问江话 你大哥知道你进京了吗 怎么 你以为我是偷跑出来的 江话对他冷笑 哼 没有王兄的手肯 我怎么会离开宁东城 薛瑞面露思索 不用想了 皇上忌惮东北二十万驻军 唯恐哥哥哪一天返了 所以下旨要母亲与我进京做人质 如此大逆不到的话 被他轻描淡写地说了出来 薛瑞皱了皱眉头 皇上此举他竟一点风声都没有听到 当然了 寺面上不会这么说的直白 而是借了皇后娘娘之口 召唤我们母女进京 江家几代之前 祖上出过一位皇后 恰好与当今皇后瑞士有些血缘 论辈分 江话可以换瑞士一生一母 这样远的亲戚关系也被拿来当作借口 皇上的意思是明摆着的 江话与其母魏国夫人 要么是乖乖的进京 要么不来 就是他江怀尹心存不沉之心 这么一说 江话母女进京之前 此事的确是不易声张 若不然 有人心存歹意 大可以途中设下埋伏 东亲王的母妹万一有了意外 必惹大祸 你们昨日才到的京城 老夫人呢 母亲还在途中 不是抵达 我前天夜里就甩掉了护送的兵队 快马先来 王兄有一封密信 要我亲手交给你 江话全然无视同样在场的余书 说起话来毫不遮掩 从腰间摘了一只竹筒 抛给了薛瑞 薛瑞抬手接住 拧开了竹筒 取出了江怀尹的手书 在那上面 粘了一层保密的蜡石 抬头看了一眼江话 哼 你放心 我没有拆开 不知道那上头写的什么 薛瑞的目光一闪 便知道江怀尹此举 分明是告诉他 信上的内容不可交江话得知 他低头悦信 江话便将目光移到了余书身上 昨晚门前遇到 只当是个路人没放在心上 这会儿打量起来 倒不似他见过 过去那些围在薛瑞深舟的小姑娘 看起来是文文静静的 长得一点都不美 但是精神不错 你叫余书 余书也在端详着江话 见他突然搭话 慢了半拍 才点头说 是 今年几岁 十六岁了 江话对他一笑 神情说缓就缓了下来 不似先前对他那般的冷淡 我比你大上一岁少许 看你还算顺眼 许你叫我一声姐姐吧 文言 余书顿时无语 哼 这叫什么事 他还等着教训这丫头呢 喊个什么姐姐呀 余书承认自己就是个小心眼 昨天晚上江话 从他手里夺东西 这茶他还记着 就算眼下对方主动示好 他也不喜欢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多谢郡主台爱 不过我在家中就是长姐 老大惯了 不爱喊人姐姐哥哥的 哼 凭你兴起了就抢我东西 高兴了就与我姐姐妹妹 你倒大度 可惜啊 我这人好记仇 凡事也得要我乐意才行 江话的笑容一收 瞅着婉拒他好意的余书 声音也冷了下去 既然如此 那你就喊得了薛承碧做大哥吗 薛瑞刚把江怀莹的私信看完 突听到江话指名道姓 抬头一看 正见了余书脸上的坦然 薛瑞是心中一动 折合了性质 方要说些什么 就听到身旁一声爽笑 哼 有些倔气 不似那等屈炎覆势的小人 我越发瞧着你顺眼了 余书也笑了笑 他倒是不讨厌 这位江郡主直来直去的脾气 薛瑞见两个女孩子 你来我往 方才还火药味十足 这下又变做笑脸 只能暗叹女人多遍 不可细揣 看完了 黄雄姓上对你说什么 江话问薛瑞 薛瑞将那封信揣了起来 对他说道 你大哥托我在经中看好你 免得你惹事生费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薛瑞知道提醒他无用 便不过多言语 想必在来之前 该交代他的江淮盈都已经说了 何况还有魏国夫人呢 其实江淮盈的信上 不只委托他照顾江话 还告诉他 宁东城东清王府混入了内间 他与薛瑞私下传递消息 已不安全 是以江氏母女悄悄进京 他并未提前书信通知薛瑞 而是让江话随身带了一封信交给他 郡主下榻何处 不如魏国夫人抵经之前 先在这望街楼里住着 虞书提议道 好啊 薛大郎 我头一回静静 你是不是该尽地主之宜啊 薛瑞却不想让江话住在他这地方 但是虞书先开了口 他就不好再拒绝 于是点了点头 中午为您接风 江话这一下高兴了 拍了拍扶手站起身 我回客栈 去牵了马匹 你们等着我吧啊 说完不等薛瑞二人送行 人就扬长而去 见人离去 薛瑞回头对于书说 哼 这个江话是个直肠子 虽然有些殷勤不定 但是人不坏 你多和他相处几日就知道了 你是想告诉我 他人不坏 所以要我别计较昨天晚上的事吗 我不是怕你计较 而是怕他犯魂起来 会误伤了你 他自有习武 又见惯了杀戮 东西手来没得轻重 虞书一手撑了侧脑 半点没有被他吓到 反而笑道 哈哈 那好吧 我不去招惹他就是了 有他这句话 薛瑞便放了心 有心情取了袖中的木江扇 打开来摇了摇 薛瑞看到了那扇面上 多出来的画面 眼睛一亮便凑了过去 要过了扇子 是仔细地瞧瞧 等到看清楚 那上头画的 正是他们昨天晚上游过的江景 不由得眉开眼笑 夸赞道 嗯 画得真好 门外无人 薛瑞扯住了他的衣袖 将人拉到了膝上坐好 一手围着他的腰 一手同他一起握住了扇子 侧头看着他的脸颊 微声道 嗯 本来想将你我描在画上 想一想 不行 太过招摇 所以呢 就只取了将近 你看 这白色的是勾玉 上面的两个黑点 才是你和我啊 于书听了他讲解 才发现那画上的江边 微小着一匹白马 马背上有更小的两撇黑点 需要凑在眼前 才勉强地变得出是两个人 哈哈一笑 又按下神来 往薛瑞的肩上一靠 低声道 委屈你了 与我相好 却只能是偷偷摸摸 不能叫外人知道 哼 是我委屈了你才是啊 若是我权势足够 大可以庇护你周全 叫你无后顾之忧 如今却只能是与你 步步为营啊 于书听到他这样包揽 只觉得窝心 哪里会觉得他不够好 于是愁云一扫 你是年轻有为的大理寺少亲 堂堂的薛家大公子 安林城年轻一辈 谁人能出你左右呢 薛大公子 呵呵 薛瑞心底苦笑 不由自主地握紧了他的手 很想要问一句 假如 他不是薛家的大公子呢 话也未必 这里不是还有十年不出一人的 女蒜子 年纪轻轻的 女裕大人吗 薛瑞按下了冲动 声音正经的 于书坐在他的膝上 背对着他 看不见薛瑞方才的神色 听到他的恭维 乐了一会儿 便推开了他的手臂 从他的怀里起开 整了整衣服说 昨天晚上没睡好 我上楼休息一会儿 你在这里等着江话来吧 薛瑞昨天晚上也是半宿才睡 但他习惯了熬夜 不觉得有泪 就随着他去了 江话中午牵着马 重返望基楼 薛瑞让人备好了一桌酒席 同于书一起款待了他 然后江话很有兴致的出去走走 但薛瑞还要到大理寺去办公 于书自然而然就成了陪客 与他作伴 江话换下了粗补衣裳 改了一身男装 看上去全是一个英俊的青年 于书不好穿着裙子 跟着他满大街的乱转 也就唤了一身青螺颜色的义客长筛 两人出了门没有坐马车 就顺着九马街一条道上往西逛的 连房 你家也不是京城的吗 中午吃饭的时候 于书主动向江话提起了这个名号 免得他再叫什么姐姐妹妹 啊 我是南方人 去年为了大言事才进京赶考 于书张口扯到 将他进京意图本末倒置了 实际上是 他是进京之后遇上了薛瑞 才被说动参加大言事的 江话惊讶的 啊 你还是个义师吗 于书点了点头没有多说 午饭那会儿多是江话和薛瑞这对旧相识在聊 他没有插上几句 江话也没有多问他 哪里知道他的底细呢 谁知道江话见他点头 眼睛一下就亮了起来 拉住了他说 那你应当是会赌役的 走走走走走 带我找个地方去见识见识 京城里的大赌坊是个什么模样 去见识 好 像了